朋友们你们好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南州市 是河北省的南州市 这里是一个古城 找了一个露营地 非常的安静 我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厕所 每到一个地方 现在把这个厕所什么的路线 给它安排好 这边 感觉好安静 哎呦 你看 真的是蛮古色古香的 比上次在辽城的那个 感觉在那里好 辽城的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被拼人家客栈 可以啊 你看一样的石板路 没什么人 非常的安静 我要去找一下厕所 你看好多地方都可以停车 这个房子感觉是应该是新建的吧 看这个墙这个砖这么新应该没有多少年 最多就是二三十年的这个样子 应该都是 都是最近几十年才建好的 这整条街都是很新很新 好多客栈啊 你看 这边是啥 京津雅园 这是一个 可能是个景点吧 这好又是一个客栈 又是一个客栈 这 哇 这个房子可能稍微年代久一点了 大门紧闭 好像开拍了个电视剧 古古代拍鸟灾的地方有点像 甲山 这边有点热闹了啊 这边就有点热闹了 这边就有点热闹了 晚上这个地方肯定很热闹 吃的喝的哇 你看 我发现了一个好美的地方啊 我站在这个桥上看风景 这个 这个上面的人在看桥上的 哇 不就是起在这里吗 朋友们感觉到这个丽江了 有没有 就这个地方稍微热闹一点啊 看这个水是绿色的 跟这个西藏的水一样 我现在继续去找找找了个厕所了 我现在继续去找找找了个厕所了 这里应该是这条街的中心吧 不然他不会这么热闹的 像我刚刚 停车的那个地方几乎就没看到什么人 遇见门 这里全是怎样 哇塞 好一幅江南风景 这个车 观光车 回去了朋友们没找着啊 到晚一点才来找吧 我走到桥这边这边出去啊 只能走着上 我迷路了迷路了 我应该往刚刚桥那边过去的 我走桥这边 哪知道这条路不通啊 这里不知道能不能到那里啊 到我的车那里 就从这里回去啊 准备做晚饭 看那个大爷爷在做晚饭 我在这里做晚饭 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就做了啊 我已经给你们打个招呼了 我已经给你们打个招呼喽 还是吃冬瓜 这个冬瓜 哎呀 这边不能吃啊 这就尴尬了 两边都不能吃啊 哎呀这个冬瓜在这个 德州买的 已经有五天了啊 我还没吃完 今天这两边都已经开始烂了 这就剩这样的 赶紧吃啊 这两边都不能要了 应该是今天这个温度比较高 温度比较高啊 这边都烂了 太可笑了 这里面的还是可以吃的 把这个烂的地方 修掉不要了 可以了 又是一块全新的冬瓜 可以卖三十块钱 就是这里的娃子骨的 冬天那个 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把我这个搞得这么脏 剩下的冬瓜就是我的 哇 天还没黑蚊子就出来了 天还没黑蚊子出来了 有什么水牛 还有什么 小火银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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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什么银子 没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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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蚊子 那边跟你说中间的不能要是吧 我想起来了 每次我这个冬瓜吃不完 我这个中间的都要了 真的 这一直知道有比白菜更好吃的菜 这个冬瓜确实比白菜好吃 我以为我以前以为每个菜都差不多 除了这个荤菜跟这个素菜的味道不一样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这个素菜它每个菜 它的味道都不是一样的 洗一洗 千万不要拉肚子啊朋友们 嗯 我想应该不会的 现在就买辣椒了 够了 加点水 加点水 开饭 哇 嗯 完美 这个咸鸭蛋 这是臭了吧 别看玩笑啊大哥 别看玩笑 别看这种 国际玩笑好吗 呵呵呵 嗯 开心 独占 你口味道还蛮凉不的 是什么 一阵阵夜花香 哎呀 早点енный水 没睡了 拿一点冬瓜 嗯 好吃 说实话朋友们 东哥太好吃了 好 揹起我的心装 你走在南的路上 为我的前途去流浪 去尋尚我的心象 远吧你山河山上 一阵阵夜花香 西乡的山水 虽然是好 可我更胖 我不想 我流浪 流浪 流浪的人 他天天在笑 何时尽到我的女孩 一步到位 今夜会输在何处 不会到位想前走 我的梦想在何处 一步到位想前走 三月的秋天要来聊 嗯 好吃 嗯 哎呀冬瓜太好吃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冬瓜炉吃的好吃 看来是最近我的手艺大涨了 看下来 嗯 哎呀 哎呀 这秋天的风吹的好舒服啊 烫烫杯 很心动 今天放过的扫耳 过满进攻,急着浪费